额头高而饱满 记忆力不错 立于读书考试 少年起运比较早 医生容易得到长辈贵人的辅助 印堂比较饱满 适应能力强 愿望也容易达成 高低眉 眉毛比较混乱 思想也容易混乱 不善于处理感情问题 经常为感情问题困扰 两眼大而有神 心地善良 有人情味 不会防备别人 容易被别人利用 鼻子的气势稍弱一些 一生容易为丈夫忙碌 不管是事业还是生活 嘴角上扬 嘴唇上下均匀 红润体质健康 知足开朗 不会过分的去追求物质和肉愈 人中比较平浅 子女缘分比较浅的 肩下巴会影响晚年的运势 但是脸会随着环境和年龄心态的变化 当生活环境富足了 人也变胖了 下巴饱满了 运程自然也会好起来 整体面向是中等边上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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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